由国科会所主办的科普环岛列车 结合了台湾百年的铁路运输系统 串联起全台各县市科学成果 今年是规模最大 我们有17个县市 17种大学 17个企业 还有177个高中生会来帮忙 飞转客户 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更多年轻的朋友 可以来踏入科技的行列 也帮台湾成体一片天走向永远 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启发学童们对科学的好奇心 为台湾持续培育未来的科学家 扎根科普永续台湾 科普起航 科普列车一转眼 这一届已经第八届 每一届都一直在成长当中 事实上我们今年 已经有超过330个实验 要在列车上去跟大家来分享 科普列车它的一个成果 跟一个吸引力是与日俱正 今年我们八大主题 在我们八铁车厢充分展现以外呢 我们还有全岛有各站点 这五天的时间 非常欢迎各地的民众 可以一起来共襄升级 台湾最重要的天然资源就是人 各位小朋友 你们长大以后就是国家的栋梁 科学是很有趣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实验呢 一定让孩子们有受到很大的启发 让他们对于科学不会觉得陌生 让我们谢谢国科会 它除了推动我们全国的科技发展以外 它作为科技知识的理学是相当的重要的 在火车上面做实验呢 不像是我们平常就近代的做爱教室 在上面做的心情什么不错 我了解到制作火箭不容易 还有太空科学 我觉得这次的旅行很好玩 在楼上玩那个镜子的超级好玩 爱玩3G的超级 在乐趣当中来做学习 小朋友能够融入其中 也能够学习得更好 鼓励各位在游戏中玩学科学 学科普也祝各位今天有一个快乐的一天 天赛 我觉得科学闯关这些关卡的最大的用意就是在于把这些描写在纸上的一些知识 然后实际的应用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里面 在这里可以尽其地玩乐 还有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这里可以尽其地玩乐 还有可以跟大家分享 教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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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科普列车很新奇都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边做火车 然后还可以边做实验 其实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然对学生来说是短暂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他们心中种下这样的种子 我们有不常好玩的一些游戏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科普列车 我们就是要去实事求是也可以大胆假设 事实的对科学抱持的兴趣 热传真的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 其实我觉得科学就是有点像是一种魔法 我们没办法直接去知道它真理所在 可是我们开始透过一步一步探索它 去善用它然后让这个世界更便利 我觉得参加这个科普列车让我学到很多 可以让它这么微小的东西 可以做成这么神奇的实验 因为透过科学的力量 小朋友可以在生活当中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往前 对于未来能够抱有更多的希望 然后也能够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学校让我们用平板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实地演练更棒 就是比较好记忆 科普列车 因为今年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上车的小学生 学校都是自愿报名的 这是我们首度开放 由学校自由报名参加 那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希望 能够让更多不同的学生来上车 如果在这边学到更多的事情 我们可能一生中只能体验这一次 所以我会好好珍惜这一次 真的要上火车我就觉得有点紧张 但是又有点兴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做实验 知识就是力量 科学也是力量 我希望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改变自己的未来的力量 他们以后能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 科学就是能帮助让我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还有对他的了解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了解科学之后 你可以了解很多的东西 他背后的原理 所以你在看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科普列车只能够荒雅光达 就是说能做这种好玩的实验 然后让大家也懂得实验的乐趣 作曲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我们的串联其实来自于铁路的串联 我想透过科普列车 我们就可以更亲近我们的孩子们 今天的科普列车很好玩 我觉得科学可以让人类的未来有进一步发展 我希望明年还可以再继续举办 孩子们可以透过不同不同的站别 然后可以去接触不同乡镇 不同乡镇里面的孩子 不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科学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不管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课业上 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以及科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